嗨,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2023年現金回饋排行榜出爐了 它的天花板好像蠻高的 它是可以刷到100萬左右 所以這張卡片呢 也是可以拿來當作一張無腦刷的卡片 因為畢竟它上線那麼高 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號 我們在過年前的這一集節目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就是 2023年最應該入手的現金回饋審卡排行榜 這個議題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不同的人給出來的答案跟排行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邊所做的介紹呢 也不完全都是正確的 因為每個人還是要依據自己的喜好來做決定喔 我這邊分享的10張卡片呢 就是我個人認為市場上蠻具競爭力 而且你應該要了解的 至於你最後要不要辦 或者只辦其中幾張卡 那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那我們在這個節目最後也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都是怎麼做吃喝玩樂的卡片規劃 就提供給你參考 那第一張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新玫瑰Giving卡 其實說真的台新的產品我不是很喜歡介紹 原因就是他們常常就是欺負消費者 所謂的欺負消費者就是說 他們全一邊插了就把所有人丟在一邊 這叫做舊戶就被看作像賽一樣丟在旁邊 但是新戶他們就捧上天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樣子的商業思考模式 有越來越多的銀行都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好 我希望能夠透過我的力量 能夠導正這樣子的風氣 也就是說如果這種產品不好你少用 其實銀行他們就會知道說以後少推這種模式的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們自己還是要做好明確的抉擇 那玫瑰Giving卡呢 它其實兩年前問世到現在權益都沒有什麼改變的 就是說平日刷卡一%無上限 節假日刷卡有3%回饋 那每一個月的上限是5000 所以你回退一下大概就是刷166000左右 都是可以拿到3%的 那包含就是過年春節這段時間 只要是見紅就可以刷 那都是3%回饋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還算可以用 但是我其實不會用它 因為我大部分都累計里程 或者是3%回饋以上的卡片我蠻多的 所以這張卡片我就還好 但如果你要使用它 提醒你保費也可以 如果你的保費想要拿到3%回饋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讓你的保單 在節假日的時候扣款 我覺得這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把保單送出去 它其實扣款的日期 是他們自己官方決定而做扣款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要求別人 就是一定要在禮拜六或禮拜日刷卡 有點難 所以保費雖然可以 但是它的不確定性也是蠻高的 所以你這個要自己克服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拿到3%回饋 那再來我要分享的是第九名 第九名的話 我會推薦的是聯邦賴點卡 聯邦賴點卡它享有9 points點數2%回饋無上限 不過它需要開戶 開戶來扣角卡費的話 可以拿到的是卡片原始的1.5% 再加上額外加碼的0.5% 你會發現它這個回饋模式 其實跟J卡有點像 但J卡最高是2.2% 所以以需要開戶加扣角卡費來講的話 好像J卡的回饋還比較高一點 但我還是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就是這種要額外開戶的 你可能要多想想 因為你主要的資金來源賬戶 不見得是這些戶頭 但是你為了拿到這個回饋 你必須要把你的某些部分的金錢 就是換到那邊去 這其實會對你的投資操作 或者是你的儲蓄的規劃會有一點點 所以你自己要能夠接受 那你再去開戶 不是說你開了戶之後就不用管它了 而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總是會刷卡 你總是要把錢放進去 所以你都需要花額外的 引擎的時間成本來做管理 但這個是你在開戶當下 你不會去想到的 所以你這個都要考慮進去 不然的話你很有可能就是違約 就是你開好戶頭你約定好 但是你就是沒有繳錢 因為你沒有放錢進去 所以這個都是要自己思考的 那下一張呢 推薦大家的是新展Echo永續卡 這張卡片呢 它提供的是國內2%的現金點回饋 那一個月可以刷多少呢 其實它的天花板好像蠻高的 它是可以刷到100萬左右 所以這張卡片呢 也是可以拿來當作一張無腦刷的卡片 因為畢竟它上限那麼高 所以你小子組一個月不可能刷到100萬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那下一張呢 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2% 但它就必須要開戶 再加上往來達10萬塊以上 那10萬到30萬的話 可以拿到1.5%的高利貨儲 那你也可以順便拿到刷卡的回饋 那它國內就是2%的現金回饋 那上限的話一個月刷6萬塊以內 都是有2% 所以這個也算是還可以用 那再下一張呢 推薦的就是台北富邦J卡的 為什麼我之前叫大家剪卡 現在還是要推薦呢 因為我們把它從回饋率 從比如說2%排到7%8%來講 它還算是蠻前段版的 但是它比較麻煩的就是 你一定要做開戶 而且用富邦數位帳戶 來做扣角卡費才可以 那網路上有很多人有一些災情 就是說它以前有開數位帳戶 但是後來轉成一般帳戶 那它就不符合數位帳戶的資格 那來扣角就不符合啊 那就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要拿磚頭砸自己的腳 你還是可以用 但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在用 但是它的回饋率是有到這個數字 所以我還是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那它基本上就是國內1.5%回饋無上限 那你綁定台北富邦銀行的數位帳戶 扣角卡費 要設定成功喔 那麼你就可以再拿到0.7%的加碼 也就是最高有2.2%回饋無上限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一個月的消費是1萬塊錢 那你用2%跟2.2%這兩個加起來 你覺得有差嗎 這了不起就差個20塊而已 好像沒有差很多 所以你就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那再下一張呢 我推薦的是聯邦集合卡 聯邦集合卡呢 它國內就是直接2%現金回饋無上限 不用開戶不用做什麼阿里不達的事情 只要有卡有刷就有回饋 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符合一般人懶惰的天性 所以我反而不推薦那些要一直開戶一直幹嘛的 除非它開戶所提供給你的利益 遠遠高於你要付出去的麻煩 那你才值得去開戶啊 不然只是為了多個0.5 0.7 難道你的個人資料就這麼廉價嗎 我就說我就會不以為然 就是簡單的用一個額外加碼0.幾% 然後就把你騙進來了 對不對 對 更加簡單我就有點困難 那再來我要分享的是 國泰式化Cube卡 它在四大通路有3%回饋 那你想說這不是現金回饋嗎 它回饋的是點數耶 我提醒你 小數點呢 把它拿來換里程 換里券 都是不錯的做法 但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功能 叫做折抵你的帳單消費 那這個折抵的規則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你現在呢 用Cube卡刷了一筆100塊錢 那你在刷卡完畢之後 你可以馬上就是在APP裡面來做 單筆消費金額的折抵 那每一次折抵都能夠折抵30% 所以你100塊可以折抵30是多少 用30點抵掉30元的刷卡金 所以等於是你這一筆帳單的 這一筆消費只要支付70塊就好了 所以我個人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現金回饋卡用 但是現金回饋卡頂多 就是1比1的這個效用而已 就沒有辦法發揮就是1比2 或者是1比3 1比5的效用 所以我覺得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把它拿來當作里程卡 兌換里程 非出國 尤其現在機票非常的昂貴 所以這張卡片呢 就會變成是我自己的主力卡 那再來推薦的呢 是兆豐BT21卡 其實兆豐BT21卡 它在去年度 它有給到最高2.1%無上限 但是從今年開始呢 大概知道之後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它就稍微有點縮碎 所以你是今年新戶申請這張卡片呢 你最高就是2.5%的回饋 那2.5%怎麼來呢 就是1%現金回饋無上限 部分新救護都有 那你新戶可以加碼的是1.5%加碼 然後每個月可以拿到200 所以你回推一下 一個月可以刷13333 所以等於是1萬3左右的消費都是2.5% 這個也算是還不錯 因為小資族一個月的薪水 可能就兩三萬嘛 怎麼可能讓你刷到1萬3 那你都不用存錢嘛 所以它這樣設計的天花板集聚 其實也是蠻符合大家的消費習慣 但如果你是消費大戶 我會建議你使用的是 現金或是點數回饋無上限的卡片 那這樣子你才比較不會碰到天花板 那最後呢第一名我個人覺得很好用的 那就是永鋒卡 永鋒卡有兩張我蠻推薦的 第一個是55688 第二個是Sport卡 我們先講55688 55688在前年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蠻不看好的 因為要搭車才能夠啟動額外加碼 其實有點困難 如果你不常搭計程車你想省錢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我看到網路上有人分享有一些 就還蠻蠢的就是 他呢就是有一些那個現金抵用券對不對 然後呢他就是找路邊一台計程車 然後說問獎我進去 然後你讓我就是扣一次款 然後我下車 然後他就直接把50塊抵掉 所以等於是他請款是請25元 然後他就直接刷永鋒的這張55688卡 那是不是有完成啟動任務 然後問獎也免費賺到70塊啊 就是何樂而不為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有點蠢 因為有時候人家不見得願意幫你做這件事情 因為很奇怪 那如果你平常真的有在搭計程車的 請你當天搭計程車 當天就用這張卡片刷 他有額外5%加碼 600點的T points點數回饋 所以回推就是 你在額外刷1萬2 通通都有這個7%回饋 那我會怎麼做呢 如果我要搭計程車的話呢 有搭到了 我馬上就會一下計程車 找個地方坐著休息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在key把上面刷1萬2 就是大概400美金左右呢 我就直接在這個國際慈善平台裡面做捐款 那他會在半年左右呢 就是回饋到我的帳上 我就可以把它提回來 提到PayPay我上面去 那我到時候可以再去做eToro的投資 或者是直接透過玉山的帳戶把錢領回來 那要扣2.5%手續費 其實都是蠻不錯的操作方式 至少我就可以吃到完整的7%回饋 不然你平常沒事 怎麼可能你當天搭計程車 當天就要刷1萬2 那就不可能嘛 那我一個月如果有搭到一次 我就一定會這樣做 如果沒有就算了 因為這東西對我來講 其實也不是說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但你要特別注意就是 國內其實很多的信用卡 在今年2月開始之後 就不提供eToro的刷卡回饋 所以你要用HSBC會賺卡 不好意思 透過PayPay他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種Kiva 這些平台呢 把錢借出去之後再回來 這些金額呢 你就可以再把它丟進去eToro裡面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投資的方式 最後很推薦的第一張呢 就是永鋒Sport卡 它呢只要搭配運動手錶 你每個月有7000卡路里的消耗 你搭配ApplePay來做消費 每個月就是刷5000塊 拿8%回饋 就是400封點 那400封點可以折抵次次期的 信用卡帳單金額 所以把它當作是現金回饋可以的 但是它要等兩個月這樣子 所以我如果要用這張卡片的話呢 通常都用在加油 或者是不知道刷什麼的時候 這張卡片出來就是8%很好用 但我也不見得每個月5000塊會刷好刷滿 因為真的太多東西了 我不見得每一個優惠都一定會用好用滿 所以如果你是小資主 你真的想要就是斤斤計較的話呢 你要花蠻多時間去思考 你這筆消費到底要刷哪張卡片 這樣的生活會過得蠻辛苦的 我以前做過 因為我以前很窮的時候 沒有錢都要這樣去精打細算 但現在我真的覺得好累喔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心思用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還是可以幫你整理出來 但是我不見得我每一次消費都要重新 從我的腦海裡面 把所有的回饋排行榜都拿出來 這樣才太累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就是 結帳之前呢 你去旁邊然後打開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你自己看一下我的那些排行榜 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記的話 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截圖 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會分享這些排行榜 你就把這些排行榜的截圖截下來 那你到時候你就知道 打開手機就可以直接查 這是很簡單的 那你也不要就是消費之前 然後時訊問我 因為我不會回你 好 那第二個段落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的主力卡 我會怎麼去做分配 那第一張一定是Cube卡 因為Cube卡的3%回饋很好用 那它目前有一個活動加碼 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綁定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有做額外的1% 這個行動支付加碼 所以我可以把它算作是4%的回饋 好 那因為它活動期間 到4月30號之前只回饋500 所以你大概刷個5萬就沒了 好 所以你超過的話 有沒有用Apple Pay就沒差了 4%請跳到最高13%回饋 包括在全家或者是小7 好 直接用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來做這個交易 然後搭配集金權方案 還有網路登錄 你可以最高拿到13%回饋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那在這4大通路以外的通路 我才會考慮接下來要跟你介紹的卡組 那第二張的話就是我的主力卡 也就是HSBC旅人無限卡 這旅人無限卡 一點都不無限 因為年收25萬就可以辦 再聽這集節目的你也可以辦 這到底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你只要想付年費8000塊 他就給你 所以呢 其實一點都不特別 但是呢 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國內18元一里 跟海外10元一里 如果你是里程掛的人呢 專門累積里程 然後到時候把它丟到同一個里程計劃裡面 比如說長榮或是華航 那搭配Cube卡的點數轉入 其實你很快就可以累積到 亞洲區的4張商務艙 或者是經濟艙的機票 都很划算 第三個 如果我要透過小兒支付 比如LinePay來做消費 用什麼卡最好 我目前只覺得有一張卡片很好 那10%回歸就是SNY信用卡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了 刷3000拿300 就這麼簡單 每個月一定要刷3000 刷太少或刷太多都不行 所以你自己就抓一下 這個3000塊 然後一定可以拿到10% 300 這樣就很好了 那我也是一定會的 因為我每個月都要花好幾千 好幾萬塊來回饋粉絲 我們自己的積分兌換系統 每個月都有好多人來兌換 所以這個3000塊一定是不夠刷的 一定會就是很認真的在買這些 禮券回饋粉絲這樣子 第四 接口支付 我會使用HSBC會賺卡 它在2023年一樣有6%的這個現金點回饋 就是3%現金點 然後翻一倍變6% 這個東西呢 它從去年改二到現在 其實就沒有再改 就代表說 它現在的這樣的回饋上限 大概是銀行可以承受的 所以它就不會改更差了 所以還是可以用 第五 加油 我如果要加油的話呢 我會優先使用Cube卡 有最高7%回饋 之前介紹過了 或者是永豐Sport卡 也有8%回饋 這個是我兩個一定會用的 再來第六 如果在四大超商要刷什麼呢 我會使用中信Omic卡 它有6%的中信點回饋 這個也是蠻好用的 第七 如果要吃飯呢 我會優先考慮使用的是 AE大白跟國代史瓦世界卡 我們在上一季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大白的2023權益 然後還有國代史瓦世界卡的權益 其實拿來做吃飯搭配 其實是很划算的 你想想看 在十幾年前 台灣銀行發行信用卡的時候 卡片的回饋大概只有0.5% 那些頂級卡 其實說真的 就是沒有什麼屁回饋 那了不起就是說 讓你有一些比較好的旅行平安保險之類的 那是到這幾年 美國運通進來市場之後 他做了一些破壞式的創新 比如說餐廳吃飯 就是兩人給你50%回饋 這就是五折 怎麼可能可以拿到五折折扣 他真的 真的是賠本在做 因為這很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 我可以理解 國代史瓦世界卡 為什麼要把 漢藍明人方拿掉 因為太多人去吃了 我那時候就問他 就是12月底 最後一次去吃的時候 問說明年 國代史瓦世界卡有嗎 他們就說沒有 因為他們 有傳訊息跟我們說 他們不續約了 就是沒有辦法用這麼優惠的價格 給這些使用者 問他為什麼 所以太多人用了 就是每一個人結帳幾乎 都是國代史瓦世界卡 所以他們就賠慘了 所以為什麼國代史瓦 他們會動輒得救 就是要把很多的權益 就是縮得很難看 就是沒有像之前那麼厲害 不然漢藍明人方 我一定今年繼續吃飽 沒機會只吃過三次就沒了 很可惜 他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辦法 去承受這件事情 因為國代史瓦世界卡 沒有人要支付年費 到底誰想支付年費 我就是努力刷個80萬 我就不用繳年費 或者是我就放個300萬 1000萬 請李鑽幫我去WAVE掉就好了 對啊 所以他沒有年費收入 所以這對他們來講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財政負擔 或者是說 為什麼國代史瓦世界卡 有這些兩人五折的優惠 但是沒有辦法一體試用到 亞洲萬里通世界卡 為什麼 國代史瓦長榮旗之五線卡 不能用 那就是這樣嘛 因為他的基本回饋非常的爛 所以他們的權益 通通都集中在 比如說集球優惠 或者是VIP的一些特殊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吃飯的優惠 所以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A或B的選擇 如果你想要的是 比如說機場接送 然後機場停車 這些比較好的航空里程優惠 那你就要選擇的是 航空里程的聯名卡 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或者是國代史瓦長榮旗之五線卡 它就可以享有一樣的優惠 但總平均而言 我個人覺得 銀行他們算得很緊 這些頂級卡 他們背後付出去的 每一張卡的平均成本 是一樣的 那美國運通千張白金卡 那就比較特別 因為你是每年都要 繳交36,800的年費 這36,800的年費 你想想看台灣 如果有一萬卡有的話 它至少就有幾千萬了 那它這幾千萬元的話呢 的確是可以cover過 這些餐廳吃飯的成本 那怎麼算才是 自己不會虧本呢 就是你要盡量去用啊 如果你盡量不去用的話 你就是變成那百分之八十的母數 因為說真的 它八十二十法則下去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 用了百分之八十全部的權益 那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沒有用到 所以他們就是分母 如果你不想當分母 你就真的要積極的 成為前百分之二十 那些積極使用優惠的人 這樣子你才會賺 還是很誠心一句話 雖然說全台灣只有我在推廣 大白跟小白 但是呢 你還是要去奠奠自己的精良 如果你都不去吃這些優惠 拜託你不要辦 因為你真的就是 只是把你的權益就是浪費掉了 然後來補提我們這些很會用的人 那你一定要確定會去吃 常去吃 一年至少吃個五十次好不好 每個禮拜都去吃一次 一定回本 好那這樣美國運動呢 就會被你吃到怕 所以我個人覺得很多人 在網路上面靠北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都只是看一看 然後覺得縮水 或者是說他在中南部 所以餐廳不多 但如果你生活在北部 而且你常去吃的人 其實你根本覺得沒有差 像我那些五星飯店 我真的每個禮拜都去吃一次 每個禮拜都在現實動態 跟大家分享 那不是吃得很爽嗎 所以對我來講 根本就沒有差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是 這樣子類型的人 而且你願意去嘗試不同的生活 那我建議你就可以 往這個方向去走 去申請看看 有沒有跟團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網路上 你要找資料大概就走 我在分享 真的你用關鍵字去找 要看資訊 要找資訊還是直接找我最快 那也祝大家就是新年快樂 我們呢 除夕到初四 會在我們大户Telegram的群組 發五千塊紅包 也歡迎你一起來參加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FuCS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個見 掰掰